好了,今次就要講一下Quiz 13 做這些Algebra Fractions 首先,我先給大家溫溫這六大的原則 你之後如果看不明白,可以回到這裏看這六點 好了,現在開始做了 第一題,純粹是自己的約選 3和約6,約2 A3和A6約,就應該剩下3個A B6和B2,約4個B在上面 所以答案是-B4 over 2A3 B很明顯,根據第一個原則 有得Factorize 全部Factorize 就是這樣,下一步看到除號,應該要把它轉成 就是這樣,下一步我示範一個約選 但你不可以這樣選擇 因為你選擇完,我就看不清楚你寫了什麼 好,我們約選,就是6和2就約 其他,你發覺沒得再約 如果沒得再約,那怎麼辦呢? 就寫答案了 即是說,上面剩下3,5x-2y 兩個,所以就3乘5x-2y² 下面就剩下8個y 好,要注意的是,這裏根本就不需要expand 因為我們其實答案就盡可能 越Factorize 越好 那Factorize 完,你發覺沒得再約 那就是答案了 好了,Part C 同樣道理,我們看到有Factorize 就先做了 即是這樣 你要很Sensitive x²-4x加4 這些通能量大塊都可以Fact 下一步就是,你不要做 但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就是x-2和x-2可以約了它 那就約了一個Square 其他不可以約 那怎麼辦呢? 那就寫出來 就是這樣 好,那約正呢 即是說,剩下x加2乘1x-2 再over4 都是不要expand 那就完結了 好,Part D 這些叫做加減體 我們都是那個原則 有得Factorize 先做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 就這樣把兩個雙乘成為身份母 好,下一步呢 你就要留意到 P-Q和Q-P其實是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裡變成2 over 3P-Q 再變成後面2乘以P-Q 如果我把Q-P轉為Q-P 我要做的就是把它變成加號 好,那接著通份母 就是3和2的通份母 就變成6 所以我就要變成6P-Q 就可以成為大家共同的份母 那怎樣由3變6呢? 就是把這裡上下一起乘2 所以上面我就會變成4 那我們由2變6 就是上下一起乘3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9 好,那最後的答案就是13 over 6P-Q 好,那到Part E 那這裡一樣 看到有得Fact就Fact 不過這次沒有了 那我就要第一步做的就是把隨便乘 隨便乘到上下就調轉 就變成這樣了 那你會發覺其實我們沒有東西可以約到的 我特意出到這樣的 那2x乘3x就是6x² 下面乘下面就是4x-3,4x加3 那這個也是一個Factorized Form 所以我們是沒有需要再做任何東西完結 好,Part F 這些叫做加減題 那你就留意一下 我們下面兩個份母其實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它亦都不可以將正負去改變 那所以我們就只能夠變成P-2 2P加3這個作為新份母 那我們就想一下 由P-2變成新份母 我們是要上下一起乘2P加3 那所以呢 我們的上面就變成2P2P加3 那而第二塊呢 我們就要乘P-2給它 那所以就變成加2PP-2 好,那接著下一步呢 就是Expand 那為什麼今次要Expand這塊呢 就是因為呢 有機會Expand完之後再Sympify 那我們就要做開它 然後我將P2 P,我們就group在一起 那所以就得到這個答案 那你寫這個答案我會接受的了 那我最好呢 當然是再Factorize它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都不知道最後Factorize完之後 還有沒有可選擇的 那剛好今次沒有 那就完蛋了 如果有呢 就有時候再做的 好了,到Part-G了 那一樣呢 看到有沒有Factorize 那今次沒有的 那我就留意到2X-Y 那這個Y-2X就有些關係的 那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 加3Y 然後3Y 然後2X-Y 那這個-1 我一次過做了 那我們就把它通份母 變成2X-Y 做份母 那我們呢 一次過通份母 就是2X-Y 上面變成2X加3Y 減2X-Y 這個bracket 麻煩你小心點 不要留下 那我們最後呢 就要拆了那個bracket 那就幾乎得到我們的答案 那就會是4Y over 2X-Y 完成 好,h 那這題就是 純粹是自己做自己 因為它要先Factorize 所有份子 那怎樣做呢 就是grouping terms 你當分回chapter 1.5個位 那就是兩個兩個做一次 的抽根Factor 3C 後面 減2 減2 就乘以D 這個減好 就麻煩你留意了 D減4 然後下面就是3C減2 那要留意呢 其實上面份子 我這些叫未Factorize 還有加減好 在中間 那所以呢 我們要再做一部 叫抽commonFactor D減4 那你就會留意到 現在這個就是commonFactor 那我們可以約了個3C減2 那答案就是D減4 完成 好,那最後就講Bonus題 這題看起來好像複雜 但是我覺得其實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做得到的 只要你夠小心 那同樣第一步 我們都是先做一些有得Factorize的就先做了 那第一個就是抽4C減2 做這個commonFactor 那第二塊我們不能Factorize 因為它已經Factorize 那我就保留它 那第三塊 那我們就是把下面呢 抽4C減2 變成x減2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還未做完的 因為我們第一塊 你會留意到 其實呢 它的brackets裡面 還有可以做一個commonFactor 就是一個factorization 就是x減2的Square 好,那接著要留意到呢 我們就是加減數了 我們就要通份母 那這次呢 其實其實都幾難看的 那份母就是這個 那我們第一塊呢 就不需要做任何東西了 那第二塊呢 其實你想想 由這裏變成新份母 其實我們要乘4x2 去上下 both size 那我們就變成加4x2 那第三塊呢 就是由這裏變成新份母 然後呢 我們就要乘4x2 因為變成x減2的Square 好,那就是這樣 就變成 減1-4x 再乘2x-2 那下一步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expand 好,那expand完 我們就拆固 然後再做一個grouping like terms 好,那我講過了 其實如果你最後有得做一個 抽common factor 或factorize 呢 就一定要再做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呢 就看到我再做 其實有得再 simplify 一些東西的 ok 那我抽完8出來 你發覺 bracket裡面 是x減2的Square 那下面就是4x2 x減2的Square 那所以呢 我其實呢 就可以約選 8和4約 剩2 x減2的Square 那我們的答案呢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數字 因為我組了很久才出這些題 那就是2x2 那大家試一下自己有沒有能力做到 那我覺得大家是可以的 只要夠小心就可以了